遮阳帽 我戴了一年 我基本上每天出门都戴 没有摘下来过 在我每一个照片都会出现一个帽子 Hello 大家好 我是布迪 欢迎欢迎老板频道 今天分享我最近购入的一些时尚单品 还有你们询问很多的 我视频里经常出现的耳钉还有项链 胶下春季新品又来了 每次我看他们上新我都很兴奋 他们家每次出来的新品都是有那种创新的感觉的 我也是先把所有的新品的墨镜 还有我很喜欢的帽子给收了 第一个墨镜 你想都想不到 不是普通的墨镜 它是你的近视套镜 它是套在你的框架眼镜上面的 你开车可以直接套在上面直接一戴 稍微比一般的墨镜要大一点 宽一点 加宽的护衣也可以防漏光 然后套在你的正常的眼镜上面超级的舒服 我之前一直都在买那种带近视度数的墨镜 但那种墨镜的话有时候戴久了会晕 折光啊等等 加上高度近视嘛 我是900度的近视 以前应该跟你们说过吧 我是高度近视 它很适合高度近视患者 适配多种框架 很舒服也不会掉 开车呀走路啊都没有问题 除非你去跑跳那种的 可能不太适合再叠加一个 一般的运动外出 直接架上它都是很舒服 很方便的 而且我发现它比我一般的墨镜都要轻 可能因为考虑到你本身要戴一个框架 你又要戴它 所以它设计的特别轻巧 只有20克 超轻超轻 就你感觉它是很轻的塑料 但是这个塑料的质感又很好 它每一个连接处啊都严丝合缝的 把它放在车里之后 我现在我老公也觉得 哎呦这好方便啊 他现在抢着跟我戴 我说我得再给你买一个了 介绍下一个墨镜之前 我先说一个收纳吧 可以收纳我所有的墨镜的 其实我有买两个这个盒子 它是透明的亚克力收纳盒 很方便 你这样一拉就出来了 主要你可以随时可以看到 你墨镜的样子 然后如果你像不常戴的呀 它一合理吧 其实它容量很大的 你可以叠放两个墨镜都可以 我说到这觉得很满意 终于不用抽屉里堆的都是墨镜了 好我们介绍第一个 圆形中矿墨镜 春季新款 我是被模特种草的 看照片一下就吸引到我 复古又高级 它是酒红色的 这个颜色是酒红色 然后你中矿呢 又比较轻巧便携 它比一般的框架要稍微小一点 如果你是小脸的美眉 它比较适合你 然后还有很多颜色 这是酒红色 你还可以选 米棕色就更时尚一点 然后他们家所有的墨镜都是弹力镜腿的 你可以看 你可以随便掰 适合各种的脸型 调节度也更高 然后它中间这个鼻托 我特别喜欢 完全不会割这个鼻梁 尤其像我经常戴普通框架的嘛 我需要这个墨镜 非常的轻巧 这里不会割的话 而且还不容易掉 不会说你戴着戴着 滑下来了 这不会 看到吗 它的气垫的设计 完全不会滑落 很舒服 然后所有的墨镜都是UV400的 完全是防紫外线99.9% 这个真的太好看了 有那种复古小黑猫的感觉 但又没有那么黑 我觉得酒红色 我是没有这类颜色的墨镜的 这个墨镜让我感觉很出彩 不管你是夏天啊 还是秋冬天 可能会更适合一点 配上大衣 好继续拿我们这里面 第二排的这个 窄矿猫眼墨镜 猫眼墨镜是时尚博主的必备 尤其这种黑色的超百搭 搭配整体造型的话 它会更好看一点 如果平常戴的话 可能会有点觉得太小了 但我发现其实老美 特别喜欢戴那种窄矿眼镜 可能他们颧骨比较小 脸比较小 他们都戴那种超小的墨镜 如果你拍照的话 可以凹一下造型 还可以这样 对吗 也是有不同颜色 黑色就很酷 粉色就更俏皮 更适合夏天来拍照 穿个小花裙什么的 很小一个 你把它折叠上之后 我刚才忘说了 所有的墨镜都是可以折叠的 你把它折叠上以后 就这么小 你把它放在包包里 放在你的兜里都可以 我今年夏天 开照的时候要多戴一下它 脑边上都是有Benny Ander 脚下的logo的 遮阳帽 我戴了一年 我基本上每天出门都戴 没有摘下来过 在我每一个照片 都会出现一个帽子 就是 它去年版的是这个空顶帽 这样的 戴上超舒服 完全不卡头 然后它比一般的鸭舌帽 你看要宽 它又不会挡视线 不像那种圆的一圈帽子 像那种很大的帽颜呢 我只会在海边才会戴 晒太阳了很久 那种情况下 平常出门的话 戴这个你是不用 注意你的发型的 你马美边也可以 像我现在直接 用夹子一夹 也可以戴 什么头型 什么发型都可以戴的 就为什么我戴了一年 都不碰其他的帽子了 然后今年他们又出了个新款 新款看见了吗 它有一个绳了 有一个袋子了 你可以很好的挂在 比如说衣架上啊 椅子上啊 可以调节松紧 就是它的调配度 调适度更高了 什么发型都可以戴 鸭舌帽 如果你高马尾的话 是戴不了的对吧 这个完全可以 然后开车戴它视线也很好 就不会说边上挡着 但是呢 它这一圈又比鸭舌帽稍微宽一点 可以照顾到你的颧骨 我们颧骨是最容易长斑的 我觉得黑色和白色是比较百搭的 因为我一直在戴白色嘛 其实我已经洗了一次了这个 这你很简单 你用水一清洗 拿点肥皂 拿刷子稍微刷一下 就完好如初和新买的一样 这我没有想到 因为它上面其实写的是不能水洗的 但我写完发现没有什么区别啊 没有发现哪坏了之类的 说明它质量还是不错的 如果给妈妈买呢 我可能会买一个渐变色 今年的也是新色 有米棕渐变 还有米棕条纹在这一圈的 我觉得那个很好看 空顶帽很适合像我们这种 特别怕热的 我就不太喜欢头上全糊着啊 有人说那我不糊着 我头上头发怎么防晒呢 防晒是有头发喷雾的 朋友们 很多防晒喷雾都是带防紫外限制的 所以我觉得舒适最重要吧 因为舒适你才会带 带了之后你才会防晒 然后海白官网呢 还是对我折扣买有专属的折扣 任意产品是85折 买三样或三样以上是8折 连接和折扣码都会放在新西兰 我几乎每个视频里面出现的 项链耳钉都是Maya Mina他们家的 他们家首饰真的很精致 很精美 设计是有独特的风格的 并不是那种街边乱大街的款式 春季呢 他们增加了这个罗马数字系列的 我现在脖子上戴的罗马数字项链 还有耳钉 都是黑马脑的 纯银厚电镀18K金 这个系列包括其他的产品 是全部都是纯银厚电镀18K金的 非常适合你像耳朵敏感的 皮肤敏感的人群 你戴上它是绝对不会有不舒服啊 或者会泛红会起小点滴啊 这都不会 非常不容易过敏的材质 并且这次它的设计是有意义的 罗马数字图案它象征着时间流逝 还有纪念这种珍贵的时刻 特殊的场合 特殊的时间 你可以把它送礼送给朋友 或者买给自己 然后很厉害的一点是 你看这个项链 看起来就是一个黑色对吧 把它翻过来 变成了白色珍珠母贝 一物多用 随时变换场合变换的需求 然后它耳钉也是有配套的 白色母贝的 它完美的体现 你个白天和夜间的这种变换 你白天就可以戴一个白色的 晚上出去跟男朋友约会啊什么的 把它一翻 换一个造型 而且我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的设计 我不喜欢什么很多吊坠啊那种 我感觉那样会很复杂 就越简越越美 珍珠母贝真的很闪很亮啊 你看在光下会反光的那种 超级漂亮 整个它的做工就很精致 因为我之前也买过类似的 这种平T啊 它那个边跟中间的珍珠 都是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的 这个做工真的很好 然后我挑了一副圆形耳环 今年最火的这种半圆形的耳环 我看好多欧美博主都在Amazon推荐一款啊 跟这蛮像的 但我觉得那个有点太大了 这个大小我觉得刚刚好 然后我选的是银色 我感觉比较复古时尚 戴上感觉你就是有女强人 有自信女性的气息 任何场合你去party啊 平常上班也是可以戴的 然后最后呢 选了一个戒指 复刻大牌的 是猪鼻子的戒指 有猪鼻子的这个元素 它是开口设计 也很好摘带 它也是有意义的 它象征着财富和好运的到来 也很适合你送礼 也不会卡 因为猪鼻子 它不是有很多棱角吗 这个不会卡 非常的舒适顺滑 我也是给大家争取到福利 用我的连接还有折扣码 全站都可以享受85折 并且是全球免运费的 我平常视频 如果不提及我带的耳钉什么的 大家可以去信息栏看一下 我一般都会列在下面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分享 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关注我频道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